因为新冠疫情而延后的2020年 人民公众党全国代表大会 今天通过线上召开 党主席纳都斯里安华在发表政策演说时指出 蓝眼过去20年的历史当中 不缺乏背信弃义的成员 提醒其他党员必须坚守和捍卫党的斗争理念 杜绝一切贪污、滥权和背叛的行径 我们能够支持和解采赏 我们能够支持我们的练义 然后我们能够员成一个练习的练乱 不然在我们的练乱 我们的练乱是一部分的练乱 并没有练乱的练乱 有很多练乱 我们的练乱 我们的练乱也有练乱 在我们的练乱 当我们的练乱 一切瘍的练乱 充特别的练乱 安华也提醒党员不要被金钱和权力蒙蔽双眼 背叛公正党捍卫公义的原则 此外安华也透露 党内一些人依然和早前出走的党员藕断丝连 他警告一旦掌握证据 就会采取纪律行动对付这些违规党员